沉浸市的体验空间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 十一假期 沈阳故宫首家宫殿外的文创体验馆 在辽宁省沈阳市的一个文创产业园开门接客 独具特色地将沈阳故宫的满清皇家文化与现代潮流相结合 让游客在其中不断穿越 在极富满足风韵的寸子舞表演中 沈阳故宫文创体验馆正式迎客 许多游客们利用国庆假期来到体验馆 感受清代宫廷的皇家文化与现代潮流的融合 馆内共展出大正殿八旗永福和房古四大系列 近两百种文创产品 还有古征配乐读舞 插画艺术和书法题字等宫廷韵味十足的展演展示 包括它这几个体验空间 有这个古琴古征空猴还有配舞的 然后这边还有那个书法家题字的 这都挺难在同一空间见到的吧 然后更让我眼前一亮的 应该是这个故宫的文创产品 那个其实很非常关注于生活吧 就是真正做到了让这个文化融入生活 装点生活 据介绍 这是沈阳故宫在宫殿之外 创建的首家文化创意体验馆 同时也是沈阳故宫博物馆文创产品的 一种商业运营新尝试 这样的话就让我们宫廷的文化 从我们宫殿能够走到这个社区 走到城市中去 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 我们沈阳故宫的这个中国传统的优秀的文化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